欢迎收看东京走着瞧,我是伟恩 本集要介绍的是东京历史悠久 充满精品,品牌旗舰店,各式美食的区域,银座 银座位在东京都的中央区 是金华地带都心六区的其中一区 银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 历史相当悠久 两座老字号的百货,三月百货以及荷光百货 是这里的招牌建筑物 但这里同时也汇聚了许多现代的精品 近几年新开的百货公司Ginza Six等等 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区域 交通上也很发达 从东京metro地铁的银座县 玩之内县,日比古县,银座站 有乐丁县的银座一丁木站或日比古县东银座站 JR有乐丁站等等都可以抵达 一讲到银座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购物 这边有着各家国际精品的进驻 熟悉的Louis Vuitton Bougui Tiffany等等 另外还有刚刚提到的三月百货 荷光百货 Ginza Six 文具迷必逛的伊东屋 各式品牌的旗舰店等等 冬桥在这边比较常逛的是 Ginza Six 百货公司 还有UNI-CRO 你身上有几个UNI-CRO的单品? 我身上有四件 然后再加上这个手套就五件啦 但是还是要再买一点 银座这边也有文具迷必仿的 伊头雅伊头屋 这边每家旗舰店都独动 而且非常非常大 然后有时候会跟餐厅融合在一起 银座这里很推荐大家在 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过后来逛逛 因为会有步行者天国 整条大街都可以让行人漫步哦 接下来要推荐十佳 银座区域的美食 东桥在这个区域吃过不少的餐厅 像是推荐过一百次 米饭超好吃的 Akome 哦 肉饭 肉饭超好吃 这个白饭啊 是我来日本两年吃到最好吃的白饭 第一个它吃起来非常的松软 然后仿佛可以吃到它的那个 就是整个米啊 还有那个水质非常的透彻 所以吃起来有一点点就是 甜而且还有回甘的那个厚劲 真的太好吃了 咖喱 Hare Ginza 这家Hare Ginza是属于亚洲风的咖喱 有别于通常偏甜的日式咖喱 它的香料味非常的浓厚 而且有不同的辛辣度可以选择 这边的绿咖喱啊 有点偏辣相当的够紧 炸猪排 Katsukami 有着招牌草莓三名制的 Center la Cantina 永远的最威法式吐司 Mercer Brunch 它这里面的内馅真的是超级松软 你看 没看过这么松软的吐司 超像卡士达布丁的 CP值颇高的回转寿司 银座根式花丸 以及找金港 这杯子超可爱你看 找金港 红豆面包老店 牧村家 红豆小仓红豆面包 那我也一样剝给大家看 它这个摸起来有点油油的 有涂油然后 哇 红豆线 超饱满 好满喔这个 好满喔 扎实然后 甜甜的可是不会很腻 好吃 俺の焼肉 俺のガポン系列等等 但由于银座实在太多美食 我们也还在持续的收集当中 如果你看完以上的介绍 再想该怎么安排有银座的行程 我们也都帮你想好了 首先可以参考两部地铁一日游的影片 日比古线一日游 以及银座线一日游 这两条线都有经过银座 而且路线上有许多东京必玩的景点 像是上野 浅草 中木黑 表参道 色谷等等 照着我们的路线玩 就可以顺便体验银座的优点 那如果你想要更加弹性的行程 我们也有包含银座的散步路线 你可以从银座散步到三月前 这个路线很笔直 是给路吃也可以走的哦 或者是从银座散步到涉谷 自己去增减还有设计行程 也是旅行最大的乐趣啦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银座地区全攻略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